大家好 今天要來講的題目是 美中博弈之下 從中國經濟危機等等 來看到台灣的策略 明年先講一下 年底的話都會展望 2024年的經濟展望 這個一向如此 可是大家注意 19年年底的時候 沒有人預測到隔年會有疫情 20年年底的時候 沒有人預料到隔年會有通膨 美國的通膨是2021年 第二季4月開始爆發的 21年的年底的時候 沒有人預測到隔年會有 烏克蘭戰爭 22年去年 去年年底的時候 沒有人預測到 哈馬斯會打以色列 所以年底的時候去展望明年的話 不準的機率太高了 所以我們只能講一些比較可能準的 第一個美國跟中共的關係 或者應該說轉折點有三個 三個重要的時間點 第一個是貿易戰 在歐巴馬 到歐巴馬為止 美國跟中共是和解的 就是美國把中共一直看成是 戰略合作夥伴 那在美中和解的情況下 台灣這邊算是受到壓抑 這個有一個故事背景 就是當年中共在國共內戰後期 以及遷到台灣的時候 美國的大使沒有立刻從中國 跟著來到台灣 而是在觀望說 是不是可以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就建交 當時美國的算盤是這樣 因為當時已經是美蘇冷戰是主軸了 國際關係的主要旋律 所以美國發現 如果美國跟中共 是戰略合作夥伴的話 美蘇冷戰的前線在中蘇邊界 如果中共跟蘇聯在一起的話 美蘇冷戰的前線就要叫台灣海峽 所以美國跟中共的關係 對台灣的國際地位是影響很大的 那一直到1950年6月25號 6月25號就是我生日那一天 寒戰爆發 寒戰爆發以後 地基艦隊南下台灣海峽 開始協防台灣 原本還沒有這個考慮 就是原因在這裡 所以1950年上半年的時候 大概4月左右吧 那個時候有些什麼台灣白皮書什麼 讓人家覺得好像美國 可能不準備協防台灣 準備放棄台灣還是什麼 可是寒戰一爆發以後 美國就改變態度了 就立刻協防台灣 而且後來也跟這個寒戰 在寒戰結束後吧 有跟台灣這邊叫做 美國中華民國共同防疫條約 然後在台灣有駐軍 就是外交關係 共同防疫條約還有駐軍 所以中華民國跟韓國跟日本 都在美國的軍事協防範圍內 冷戰開打的結果 中共跟蘇聯站在一起 叫共產陣營 那個歷史 這個很快 從1949年翻到1950年很快 這個戰略合作關係一開始是對抗蘇聯 中間經過卡特那個時候跟中華民國斷交 當初也是為了聯合中共 一起來制約蘇聯 這個關係一直到川普上來 開始改變 貿易戰就是一個改變 好 那這是第一個轉折點 到歐巴馬時期 美中還算是一起悶聲花大財 然後川普以後開始算賬 發現不對勁 那整個川普時期是美國戰略觀點的重大調整的時期 那美國重新界定國家利益跟國家安全 美中關係由和解轉成對抗 兩個擁有核子武器的國家之間的那個對抗 變成以經濟戰為主軸 再搭配上認知戰或其他方面的這種 也包括生物戰 病毒戰這樣 不是傳統那種打法 但是互相這個角力 互相對抗的那個手段 就是只差沒有直接開戰這樣子 其他方面的話 很多地方都在互相那個角力 好 再來第二個階段就是 2020年5月的那個國安法 香港國安法這件事情 中共根本嚴重低估 他不了解這件事情很嚴重 香港在西方人嚴重的話 是算成是什麼 不是在鐵幕內 是鐵幕外的 是我們的地方 在西方人嚴重的話 香港是我們的地方 香港的那個法制自由 新聞自由 有一陣子的話 香港的新聞自由 出版自由比台灣還進步對不對 結果那個時候 19年緩送中大抗爭的時候 當年川普總統在聯合國大會 發表演講 談到香港兩句話 第一句話 要中共遵守 中英聯合聲明 因為這個中英聯合聲明 在聯合國登記的時候 是國際條約 你要遵守國際協議 國際承諾這樣 第一條 第二個 就是履行那個承諾的話 意思就是什麼 叫做 香港是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 有雙普選 這是當年就已經有承諾的事情 後來中共是變卦 他要花時間去解釋他為什麼變卦 為什麼一直拖 拖到最後 乾脆就不履行了 所以香港問題 川普講的第一句話 要中共遵守國際協議 遵守國際承諾 在香港落實中英聯合聲明 第二句話是 中共如何處理香港 決定中共在國際上的地位 我們就看你怎麼做 然後他不管對不對 他對香港很粗暴 一大堆人什麼被自殺 被跳了什麼的 然後很多粗暴的行為 顯示他根本不是個文明國家的 一個成員 這件事情讓西方國家 跟中國的關係 已經沒有辦法再走回頭路 這是第二點 然後因為中共不遵守國際規則 不遵守承諾 變成一個不可信賴的對象 你跟他打架都沒有用 因為美國實際上也跟中國 展開貿易談判 然後發現 跟你談的東西 未必進入協議 2019年5月初的時候 習近平把劉鶴跟 美國貿易談判代表談的東西 把它推翻掉 要重談 川普立刻加關稅 你跟我開什麼玩笑 談了半天 當時川普說 我們談好90% 大概剩10% 結果習近平就出來說 不行 重談了 川普立刻加關稅 沒在客氣 協議未必執行 再來執行了也可能是短期現象 現在美國已經發現跟他簽了2020年1月15號 在白宮東鄉 川普跟劉鶴簽 底下做了美國的企業界金融界的精英 那些高管 作為管理來賓 這樣簽了協議有沒有用 你知道為什麼會簽 因為習近平早就知道有病毒 幾天之後就宣布疫情 宣布有病毒 然後就不可抗力因素 然後就不執行了 我早就在講 你跟這種具有 先天具有土匪強盜性格的人 去談協議沒有用 就是回到早先 我們在兩蔣時代 蔣經國就在講了 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 就跟他談沒有用 然後大家聽了覺得說老生常談 現在老生常談回來 跟他談沒有用 美國人自己證明給你看 跟他談沒有用 世界貿易組織跟他談 談了15年 簽約 有沒有用 完全沒有用 他答應要執行的東西 比如說包括外國電影能不能進來 政府招標案怎麼做 農產品 金融部門的開放等等 一大堆的貿易協議裡面 談的東西都列出來 有沒有執行 沒有 就算執行也是短期現象 應付一下做個表面 說對不對 做個樣子 所以跟他談沒有用 他變成一個不可信任的對象 所以談了沒有用 再來他進一步變成 國際秩序現狀的威脅者破壞者 這個他不了解 他搞香港代價實在太大 習近平的意思就是說 鄧小平的一國兩制 只是回歸 收回香港 收回一半 習近平要把它完全回收 完全收回來 就是完全回歸 上一次回歸是一半 百分之五十回歸而已 回歸一半而已 鄧小平的一國兩制是回歸一半 他要把它完全回歸 這種想法不對 因為他應該保留香港的特色 讓他變成一個中國跟西方世界的窗口 對接口這樣才對 然後我一個最好的朋友 我在紐約念歌大的時候 最好的朋友是低我一屆的 一個香港人 他跟我說香港沒有武力 沒有黃埔軍校 所以香港保護自己的辦法 就是創造中國大陸對香港的依賴 你如果對付我的話 香港到最後一個辦法就是什麼 同歸於盡 你也會受傷 香港話叫做藍草 就是大家同歸於盡 你如果傷害我的話 我完蛋了你也完蛋的意思 只能用這樣子 那中共不管 香港的問題是背後有價值觀的問題 香港不在第一島鏈的前沿 台灣是 香港不是 所以香港的問題出來以後 我當初做了一個判斷是這樣 美國不救香港 但是救香港人 林口那邊有很多香港來的移民 我們現在在台北、捷運、百貨公司裡面 聽到很多講廣東話的 估計是香港來的 那不救香港的原因是 因為香港是中國經濟的窗口 引進資金、技術 甚至於香港的企業 可以購兵一些國外的企業或技術 但是中國企業不行 所以香港是一個窗口 也是一個破口 然後美國如果要對付中國經濟 要削弱中國經濟的話 他一定要把香港這個破口封起來 所以他不會救香港 結果是什麼 結果是美國在香港下了旗 在台灣收割 所以19年結束 隔年2020年 1月幾號 11號 就是台灣大選 十三 台灣大選投票投下去 大家都知道投票結果 我那時候這樣形容 就是美國這個叫宏觀戰法 大家看到香港 進去投票手的時候 腦中的畫面是香港 這個票 投票當然受到影響 對不對 這樣子 好 再來 第三個 就是今年10月7號 哈馬斯打以色列 以色列把無人機的技術移轉給中國 中共在把無人機給伊朗 伊朗再給哈馬斯 哈馬斯再拿去打以色列 以色列說荒謬 其實我們早就知道中共不是好東西 然後他不信 好了 打架到了結果 現在我告訴你 這一次的中東戰爭 或者哈馬斯以色列的戰爭 得出一個意外的結果 就是中共得罪猶太人 這件事情很嚴重 猶太人不但是背後控制美國 他控制的是國際金融體系 你知道好萊塢也是猶太人 我們在美國念大學 念經濟學的話 研究所幾乎都是跟猶太教授打交道 到處都是猶太人的教授 精英專家 好了美國國務卿就是 布林肯就是猶太人 美國聯準會主席猶太人 到處都是猶太人 然後你去得罪猶太人 猶太人是國際性的 串起來 所以中共不了解 他搞香港幹什麼 你去搞猶太人幹什麼 你知道嗎 這個 講不聽 這個沒辦法 好 那得罪猶太人 等同於得罪國際金融勢力 還有背後的那個叫做 Deep State 深層政府 將來事情會 很嚴重 這個其實 這幾件事情都很嚴重 那中共都根本不了解輕重反擊 他現在官僚 真的那個習近平周邊的那個 顧問啊 幕僚團隊真的是 把習近平推到前線去 被機槍掃射 就是這樣 好 再來 那個 中間還有兩件事 疫情 還有烏克蘭戰爭 美國人收集的材料不是馬上用 他時間到了才拿出來 孟晚舟被抓是2018年12月1號 在加拿大的溫哥華 可是當時 川普跟習近平正在 阿根廷那個第一次川席會 12月1號呢 他在溫哥華被抓 那些理由 那些事情 是好幾年前的事情 那個病毒的擴散這個問題 美國應該資料都已經有了 還有中共支援烏克蘭 俄羅斯打烏克蘭這個資料也應該有了 然後美國有警告習近平好幾次 你只要軍事上支援俄羅斯打烏克蘭的話 美國會出重手制裁 然後中共還是有這個物資上的資源 軍事上的資源 然後這個美國應該都有資料 什麼時候出手 不一定現在 不是馬上現在 這樣子 所以將來再算賬 然後這大量索賠已經開始放風聲了 因為不會美國一國索賠 像那個病毒的話 一定是很多國家一起索賠 索賠金額會很龐大 所以到最後可能沒辦法 聽說是超過100兆美金 就是他應該沒辦法應付的 好 再來 中共想要挑戰美國的世界霸權 要跟美國平起平坐 甚至取而代之 引起美國的警覺跟反感 然後不再讓中共享受全球化的好處 然後不再讓中共搭這個順風車 好 好 現在經濟戰裡面有三個 一個關稅戰 一個技術戰 一個金融戰 關稅戰是開個頭 但不是重點 重點是技術跟金融這兩個領域 技術的話你知道很多限制 美國現在限制中國企業 不能從外面拿到很多重要的設備 那個關鍵的一些技術 大家都知道這個晶片 半導體也很多 應該不只慢慢的會擴充 包括人臉辨識 結果有一個意外 你知道烏克蘭那邊 不是聽說 你看到報導可能講 很多俄羅斯的將領 不是被幹掉嗎 為什麼你知道嗎 人臉辨識 他一出現以後 一辨識以後 馬上查 這個人是 馬上資料可以查出來 這個是哪個部門的將領 對不對 然後按鈕 一被辨識出來以後 按鈕下去以後被幹掉 所以俄國的將領 很多那個高折損率 高消耗率 就在烏克蘭 關鍵就是 然後美國幹掉 那個伊朗的那個強人 蘇萊曼尼將軍 人臉辨識 就是我先追蹤你 對不對 我確認你上了哪一班車 走哪一條路線 確認以後 按鈕 第一次沒打中 第二次打中 就這樣子 所以人臉辨識 在軍事上有用途的 你不要以為只是說 民間用途 不是的 好 再來 那美國的大國博弈指導思想 要約束中共對不對 經濟戰是根本 對中國釜底抽薪 你沒有錢在國際上大傻逼 這很重要 然後再來一個 不讓中共竊取智慧財產權 或者做強迫性技術轉讓 他們的研究是這樣 如果中國企業不能從西方國家 取得技術來源的話 中國企業的競爭優勢 三到五年內會消失 2018年加五年是哪一年 就今年 你看到今年的中國經濟 估計還不說疫情 當然疫情有一點影響 因為打貿易戰那個時候 還沒有看到疫情 但是不論如何 你加起來看 你看到目前的中國經濟確實不好 不是我們在唱衰它 它情況確實不好 那中國經濟動能會因此消退 這個是美國在打貿易戰之前就做的研究 這裡再插播一下 當時還有一個估計 就是說美國要削弱中國的經濟 但是不能讓中國經濟崩潰 要死不活 不能讓你死 可是要讓你活不起來 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他們估計 如果中國經濟崩潰以後 從中國大陸逃出來的經濟難民 可能估計是1.5億人 其中如果有200萬人 用商船、鐵船、漁船、漁船、漁船 什麼偷奔台灣的話 那台灣經濟就崩潰了 所以不能讓中國大陸 湧出大量的經濟難民 結果去年上海解封之後 聽說跑了1萬人 帶走400億美金的資產 平均一個人大概400億美元 1萬人 每一個人大概400萬美金 也不多啦 用台幣算的話就1億多一點 好 這個 再來 現在有六大經濟危機 核心是房地產 房地產危機引出一個地方財政危機 我先講一下背景 大概1990年代後期 中共那邊中央缺錢 把一些地方的稅收拿過來 那地方稅收不夠了怎麼辦 中央給一個特殊條件 就是你可以把土地的地上使用權 拿去賣掉 就是土地的所有權是國家的 黃地產交易是在交易地上使用權 地上使用權比如說70年之類的 類似這樣 所以地方政府說這樣也行 地方政府開始把那個地整理出來 開始賣賣地 這個叫做土地財政收入 或者土地出浪收入 這是地方政府的一個重要財政收入 大概估計平均起來占四成 然後你知道最近黃地產出問題以後 開發商不再跟銀行貸款 去批地 去做開發 做項目 對不對 結果地方政府的批地整個流標 批不出去 財政收入乾掉 然後借錢 借錢以後還不了錢 所以叫做地方財政危機 再來銀行 銀行的貸款是不是要抵押品 抵押品很多就是黃地產 然後浪費樓 或者黃地產行情下跌 上到銀行 還有一些非銀行機構 因為銀行不敢貸款以後 一些非銀行機構 就什麼證券保險基金 一大堆 非銀行的那種金融機構 就去買黃地產開發商賣的那個金融產品 什麼公司債 有沒有很多金融產品 然後他們去買叫做投資 對不對 然後這些人 當然都會拿不到現金 然後就沒有辦法對他們的客戶去付款 就是會有那個違約的問題 然後往前 黃地產前面是什麼 失業危機 很多人找不到工作 或者被拆掉以後 不敢 沒有辦法再交房貸 乾脆放棄 現在很多人說 把黃地產直接轉讓 直接送你 你只要接那個房貸就可以 他不要了 守護啊 付了一期兩期 那個沒辦法了 撐不下去 所以很多買房子的人 乾脆就放棄 然後只要有人願意接手的話 直接送你 然後你去替我付那個房貸這樣子 所以那個你會發現失業危機 失業危機前面是出口跟製造業危機 出口跟製造業危機再往前推是什麼 整個中國經濟問題的環境 後面還有一個資金外流危機 很多資金在跑對不對 六大危機 然後關鍵是什麼 關鍵是習近平搞壞美中關係 美中關係一搞壞以後 中國經濟就一直往下走 就是惡性循環 那個美中關係跟中國經濟的關係 也引用一個 當初的一個典故 就是鄧小平在1979年1月下旬 去美國訪問的時候 飛機上有一個人 跟他一起算是顧問吧 名字叫李勝之 李勝之問鄧小平 我們為什麼要跟美國打交道 鄧小平回答說 我發現跟美國走得近的國家 經濟都搞得不錯 跟蘇聯走的國家 經濟好像都搞不好 當時的回答很簡單 再來 目前中國經濟危機 這個改革開放時代結束 這真的是結束了 你不要再 就是說 我們人都有懷舊情緒 懷念美好的過去 那改革開放的確已經成為過去 再來 世界工廠時代結束 現在製造業再撤出來 有些日本廠商 乾脆整個廠房丟在那邊 就走了 就走了 廠房沒有賣掉沒關係的 不管了 再來 世界市場的時代結束 現在很多做銷售的 賣中國市場的 這個也走了 再來最後是 大國崛起時代結束 跟大家解釋一下 大國崛起這件事情 在歷史上發生的是 19世紀後半期 有三個國家 第一個 1865年美國內戰結束 開始大建設 到20多年後 到1890年代開始的時候 90年代那個時候 1890年代那個時候 美國算是 已經開發到 第一線國家了 一流國家 1865年 美國內戰結束 開始搞大建設 再來 1868年 明治維新 日本開始 所謂幕府環政天皇 開始搞建設 然後 後來20年後 到了1890年代的時候 日本 變成強國 後來 1894年打了 甲午戰爭 對不對 1904年 05年 那個時候要跟俄國打 對不對 打了兩次 打敗中國 打敗俄國 日本的崛起過程 那就是1868年 明治維新開始 也是20多年的建設 再來一個 1871年 普魯士統一德國 德國統一 德國開始搞建設 也是20年後 到了1890年代的時候 美國 日本 德國 都變成 第一線的國家了 那個時候有大國崛起 請大家注意 二戰結束後 美國成為世界霸權 雖然當時冷戰的對手是蘇聯 美國成為世界霸權之後 至少民主自由陣營這一邊 包括日本的戰後重建 德國的戰後重建 以及後來的 後來的後來 中國的崛起 全部是在美國眼皮底下 發生的事情 是美國同意 美國支持 才有所謂的大國崛起 二戰結束以後是這樣 沒有美國同意 沒有美國支持的話 你中國不可能有大國崛起 這件事情 中共不願意承認這件事情 你自己想想看 2001年年底 台灣跟大陸同時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從2002年開始 你去看中國的經濟成長數據 飛躍式的成長 那叫黃金十年 中間經過北京奧運 上海四伯 一直到2012年 就是胡錦濤的最後一年 13年開始 就是 12年年底的時候改選 習近平上來 從13年開始 就是習近平時代 他第一任 整個中共所謂的大國崛起那個時期 也包括在胡錦濤時期 200幾年 08還是07年的時候 弄了一個大國崛起的那個影片 有沒有 這些全部是在美國支持之下 美國支持中國的改革開放 你能否認嗎 美國支持鄧小平的改革開放 一開始的理由是地緣政治 聯合中共制約蘇聯 後來蘇聯解體之後 改成和平演變 把中國要拉進 轉變成自由市場 經濟體 把中國要讓它開始展開 民主化進程 在經濟發展起來之後 就是所謂台灣韓國的模式 經濟發展在先 後來帶動政治的變革 本來有這樣的期待 事後證明這是犯想 美國承認這個想法錯了 既然讓你融入國際社會 讓你發展 你沒有辦法轉變的話 那美國只好收回來 不客氣 所以現在時光倒流 回到冷戰時代 而且這個冷戰的對手 比蘇聯更嚴重 因為它會大量紅色滲透 中共會滲透到美國的媒體 美國的智庫 美國的大學 美國的一些地方政府 像一些地方選舉的那些地方官 州長 州務卿 很多都跟中共有來往 所以中共的紅色滲透 讓美國發現這個人 這個對手跟蘇聯不一樣 比蘇聯還嚴重 現在講三大誤判 沒有大國崛起 沒有東升西降 也沒有彎道超車 那這三個概念 都是中共在宣傳的 彎道超車這個概念是錯的 為什麼 中國現在的核心大問題 習近平自己都在講 就是你不能老是模仿 老是山寨 你要懂得創新對不對 它叫做建立自主創新能力 中國要走這條道路方向對 但是為什麼自主創新能力到現在建立不起來 沒有真正建立起來 然後你說被人家卡脖子 關鍵技術被人家卡脖子 被美國掌握等等 你去想想看中國 中國是有人才 但是沒有以人才為基礎的企業 沒有以創新為基礎的產業政策 關到超車的概念是竊取別人的技術 占在別人的東西 謊罵別人的東西 這樣不行的 你要有自主創新能力 你要尊重人才 尊重創意 簡單講 尊重多元 尊重差異 共和黨做不到 因為共和黨講的是定於一尊 什麼都要聽黨的 黨怎麼搞創新 大家知道 公務員官僚體系 他不承擔風險 他是執行指令 但是他不承擔風險 然後你開發市場 開發技術 這個是要推動創新 要承擔風險 要組織資源 要設計商業模式 大家都知道這個叫做什麼 風險創投 企業家 對不對 要做這些事情 企業家要去承擔風險的 可是官僚不承擔風險 他們的唯一風險就是 沒有得到上面上級關愛的眼神 官僚的想法是說 我執行命令就完了 上面要我對付誰 我就對付誰 執行指令 不是承擔風險 他的風險就是上面不喜歡他 他就有風險了 這樣而已 所以 中共一直沒有辦法建立自主創新能力 所以他一直想追求這個 然後東升西降 很清楚 大國崛起他不瞭解 他以為他實現大國崛起 不是 我現在講一個比喻 假定這裡有一堆乾材 剛才不會起火燃燒 不會燒得很旺 除非有人 點個火柴進去對不對 剛才就燒得很旺對不對 中國有自己的經濟條件 包括人口多 包括土地多 包括中國人民勤儉 很勤奮 很賣力工作 這個都是沒有錯 但是你為什麼毛澤東時代沒有發展起來 一定要等到鄧小平時代改革開放 再插播一下改革開放 我在紐約的時候碰到大陸的留學生跟我解釋 什麼叫改革開放 他講的話讓我現在印象深到現在 他說什麼叫做改革 改革就是第二次革命 什麼叫第二次革命 第二次革命就是革第一次革命的命 然後什麼叫開放 開放難道是對蘇聯東歐開放嗎 沒有開放是對資本主義開放 你要知道中共在國內教育老百姓就是什麼 資本主義是敵人 黨內鬥爭的話叫做資本主義當權派 什麼夾著資本主義的尾巴逃跑了什麼什麼 資本主義是被罵的對象 然後現在反過來講 叫做中國共產黨率領中國人民 小步快跑前進資本主義 這對他們來講的都是很大的諷刺 我們聽了可能好像沒有特別感受對不對 中共整天在國內的話是 反資本主義打資本主義的 你的罪名不是現在叫貪腐 以前的罪名叫做走資派 以前那個文化大革命鬥爭的時候 李富少奇鄧小平叫黨內走資派 就是資本主義是敵人的 再來 中國經濟沒有跨過所謂中等所得陷阱 未富先衰 他沒有成功的從模仿走向創新 建立自主創新的 你剛剛提過 日本在找錢找先的時候 模仿的很厲害 日本被人家嘲笑是模仿的動物 現在沒有人敢這麼講 因為日本人的創新真的做得很不錯 台灣以前找先也是謊貌對不對 現在台灣自己很多創新 現在我們的謊字業本來是夕陽產業 現在透過機能布料很多研發很多設計 現在台灣的謊字業也變成一個不錯的 有獲利機會的一個行業 所以很多國家都是從模仿開始 最後走向創新 自己有創新能力 當然要有企業家來組織資源 承擔風險 推動創新 中共有沒有對待企業家 中共在打壓企業家 要你共同富裕 有錢拿出來 中國目前滿足於彎道超車 滿足於山寨跟仿冒 彎道超車其實就是簡單講 就是竊取別人的智慧財產權 模仿別人超別人的功課這樣子 它不是真的自主創新取得的成果 是用其他方法繞過去等等 叫做彎道超車 再來創新有兩個重要條件 尊重跟保護私有財產 尊重跟保護智慧財產權 可是共產主義最核心的概念 五個字叫做消滅私有制 在中國這種社會主義體制之下 消滅私有制 不尊重個人的財產 當然最後也會不尊重個人自由 人身安全都會出問題 所以他的體制簡單講 還是那一套打土豪分田地 他不懂得去創造財富 而是去鬥爭已經有財富的人 他在搞的是分配 就是把餅 怎麼分餅不是怎麼把餅做大 他沒有能力去把餅做大 他是別人餅做出來之後 他去分餅 所以中心的叫計畫經濟 國有化 講白一點就是掠奪跟竊取 就是這樣 能偷就偷 不能偷就騙 不能騙就搶 典型的土匪強盜的性格 美國人都說了 共產黨中共90年沒有變 他的基因名其實沒有變 在中共地盤上做生意 你賺了錢相當於中共 暫時放在你這裡 放在你口袋裡 然後 而且就算你真的有賺到錢 你會不出去 他要你賺了人民幣以後 繼續在中國投資 中共幹部會跟台商說什麼 張先生啊 我們這裡需要一家醫院 你能不能幫點忙 我們這裡需要一個圖書館 我們這裡需要蓋小學 你能不能幫個忙 就是要你用各種名義 把錢捐出來 現在直接講 他逃漏稅 你逃漏稅 這樣子 中共用民族主義網絡人才 宣稱報效祖國 但是人才有兩個結局 第一個是中餐館的筷子 免洗筷子 用完機丟 第二個是滅口 因為你知道太多內幕 什麼內幕你知道嗎 很多高薪企業 背後不是有一些基金來投資嗎 或者大股東嗎 那些大股東那些基金都是紅二代 你看那個江家的話 江棉衡還有他的順江志成 江家很多紅二代不只是只有江家 紅二代的話他們成立基金 然後去參股 然後後來他們的很多洗錢怎麼洗 資金怎麼來怎麼去 有太多內幕你知道 所以到了一個程度滅口 最新的一個案例就是那個商商科技 因為知道太多 You know too much 再來不能保護產權 不能保護智慧產權 然後有被掠奪 被竊取的風險 所以創新沒辦法 在中國共產黨那種環境下 真正落地生根 所以中國有創新的人才 但是沒有辦法出現 以創新為主導的企業 像美國很多高科技都是 私人企業創新的企業 對不對 美國的什麼七大 前五大前七大科技廠 都是能夠源源不絕地推動創新 因為在自由的市場 保護私有產權 尤其是基督教文明的背景之下 連宗教文化都要用得上 美國的大企業 遠遠不絕地在搞創新 對不對 不是政府指導的 不是產業政策 那中國的話是國家補貼下去 然後很多人就去要賺這個補貼 就是半導體國家給補貼 然後很多人就是圖這個補貼 補貼完了之後最後都拿錢走了 我們叫做圈錢 他不是真的有辦法搞創新 所以很多台灣的人在新竹被挖角的時候 他說你在台灣的薪水 我換成人民幣給你 那你等於是什麼 好幾倍對不對 你假設你在台灣本來是一個月十萬 比如說你到那邊去 從台幣變成人民幣 問題是第一個 你人民幣能不能匯出來 能不能換成外匯 匯出來 第二個的話 你能不能 你有人身安全 現在很多外資為什麼要走 那個緩健聯法 把高管拿去約談 你把人家嚇壞了 人家跑 那其實習近平認為是有必要主動脫鉤 他的理念是這樣 中國經濟不能過度依賴美國 否則會受制於人 所以你不走我還趕你走 他的邏輯是這樣子 好 那中共這一套短期也許有一點效果 像華為大江商湯這些 大江是無人機 商湯是人臉辨識對不對 華為是5G通訊 那長期以後人們會覺醒 這一套沒辦法真的落實 因為可能短期內 有些人不太清楚的 跟你合作一下 投入你的懷抱 長期以後一看不行 中國有人才 但是沒有辦法正常發揮 人才最好的出路是離開中國 現在很多從中國出來的人 都在告訴 能走趕快走 不要在那邊觀望還是魷魚 很多出來的人會這樣講 然後台灣是一個尊重人才 尊重私有產權 尊重智慧產權的地方 而且有個人自由 我們沒有成為亞太營運中心 卻成為科技的 跟全球供應鏈的重鎮 要講台灣 美中對抗的環境之下 台商要從中國撤出 叫脫鉤去風險 轉到東南亞 印度墨西哥東歐這些 甚至於乾脆去美國 日本德國 這個開發國家 以開發國家投資 台灣靠向以開發國家 可以源源不絕取得新的技術 新的領域的那個知識 然後將來如果兩岸關係轉好 中國有大變化的話 台灣還有能力提供東西 有吸引力 對中國來講構成吸引力 構成影響力 台灣先跟以開發國家靠攏 對不對 遠遠不絕地推動創新 將來如果中國有大變局的時候 台灣有能力提供 有價值的東西 來吸引中國大陸 對台灣友善 對不對 所以不要急著現在這種情況下 去跟他搞那個親中派 我們解釋一下 梅迪奇效應今天就可以結束 梅迪奇效應是這樣 大西洋裡面有一個島 很多國家的船 商船 漁船 都到那邊靠攏 然後到那個 碼頭附近的酒吧裡面 三教九流五湖四海 不同文化語言宗教的人 在那邊會合 在那邊交流 所以尊重多元性 尊重差異 然後讓各種不同領域的人 跨領域的人 互相撞擊 互相刺激彼此的創意 梅迪奇是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 那個富豪家族 很多現代銀行是梅迪奇開始的 然後梅迪奇家族去支持 當時文藝復興的那些偉大的藝術家 什麼達文西 米開蘭基羅等等 那些藝術家的創作經費 來自於梅迪奇家族的支持 所以激發了文藝復興一整代人 梅迪奇效應 然後我發現梅迪奇效應 恰好在台灣實現 在台灣看到這個結果 台灣的多元性包容性靈活性 等於是變相的實現了梅迪奇效應 所以台灣的很多科技業 我都不曉得為什麼台灣有那麼厲害 能夠弄出那麼多富國神山 到底我們做對了什麼 我有時候也很納悶 我說我們會不會是因為台灣真的比較善良 也比較包容 也比較多元 看到你討厭的人 你不會立刻拿起刀把他捅一刀 也許我們是 不知道 我不曉得我們做對了什麼 你看我們一 富國神山也不是只有台積電 坦白講 有一個統計 全世界前十大IC設計公司 台灣有四家 然後外國的設計公司裡面 執行長是台灣出來的人 有三家 總共前十大裡面 台灣人或出生台灣的人有七家 你又怎麼辦 好 那台灣的策略 科技上創造別人對台灣的依賴 創造一種不可替代性 然後第二個軍事上的話 要懂得用科技能力打造 先進武器跟系統 就是決戰境外 先發自人 精準打擊 是這樣子 再來 文化上的話 展現自由體制的優勢 讓人才能夠在台灣充分發揮 創造一個又一個的供應鏈 一個又一個的富國神山 是這樣子 所以台灣將來有可能成為 中國轉型跟民主化的重要驅動力量 所以我們不要以為 我們現在在反共 好像就是大逆不道 不是的 我們是反共 不是反中 不是抗中 對共產體制的話 我們是沒辦法一起過日子 共產那種體制支出 真的沒辦法一起過日子 所以台灣走在正確的方向上 將來有可能對中國的轉變 做出重大貢獻 因為我們隱藏了很多實力 將來可以發揮出來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我 謝謝你 感谢观看